最热的季节就是三福天 炎热的夏季到底该吃些什么呢 炎热就没有胃空 夏天吃酸味比较开胃 喜欢那种偏酸一些的 这个是什么 这样子的 上海有哪些特别方法制作的酸味美食呢 能不能再容 陶醉上海带您寻找夏季开胃酸味菜 喝酒啊 所以绝对是我吃到现在最酸的一个汤 走着早黑帮您寻找 各位好 我是陈兰 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热 因为从7月14号开始 上海进入了最热的季节 就是三福天 但是呢 因为今年有两个中福 所以说整个三福天一共持续了有40多天 可谓是史上最漫长的三福天 那在这样的季节 说实话 身为美食节目的工作者有点为难 因为大家的胃口都不好 这怎么办呢 就是嘛 哎呦 这大热天的 别说你们胃口 我也没有胃口 到底要吃什么呢 还是要找美食 不你告诉我啊 夏天很热啊 就一热就没有胃口吗 就会吃水果不太吃饭 夏天吃酸味比较开胃的 酸吧 酸开胃的 不过说实在话 其实我也没有吃过这样的川味酸汤鱼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也很好奇 现在就去看一下 第十名川味酸汤鱼 我来吃过好多次 每次来几乎都吃这个鱼 也来自我们中国有名的江 有清水 这个清江 这个水了没有味道啊 老开胃啊 绝对没放过醋 又是青江鱼 又是不放醋的 看来这道菜还真是不一般 难怪兰元都没吃过 咱们先说说这鱼 用的是湖北青江里的野生江团鱼 这种鱼肉质软嫩 并且有一股清香 苏东坡诗云 尚有桃花春气在 死中风味上醇炉 说的就是江团 看到了吗 这个东西可不是一般的 它是什么呢 它是咱们四川特有的 川味酸泡椒 而且我们做川菜呢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必不可少的佐料啊 所以我在这一锅里面 找到了这个川味酸泡椒 就证明 咦 这一锅呢 肯定是川味的酸汤鱼 那究竟味道怎么样呢 吃了再告诉我 这个鱼真的是酸酸的 辣辣的 一吃就知道是酸泡椒的味道 可是它又少了我们四川的那种燥热感 这道川味酸汤鱼完全没有用醋 但是汤汁却酸中带微辣 令人垂涎三尺 当中的秘密其实就是店家特制的川味酸泡椒 跟大家熟悉的四川酸菜鱼和水煮鱼比起来 这样的做法能更好地保留鱼肉原本的鲜味 而且汤也是可以喝的 看来川菜里又多了一道用鱼做的美味 第十名川味酸汤鱼 开胃指数三颗星 美味指数三颗星 性价比指数两星半 吃完这道有家乡记忆的酸味菜之后呢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这个酸主要是配料酸 对吧 你看这番茄 然后柠檬 还有这个酸菜 这基本上呢都是素菜和水果 素素菜 对嘛 我们应该去素菜馆看看 走 素菜清淡确实适合夏天吃 自称开了窍的兰园 带我们来到了一家素菜馆 店内古朴的环境 一下子让人心静平和 忘却了夏季的燥热 可是在这里有观众们想吃的酸味美食吗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那个看破红尘 主要是你听到啊 这边的音乐 这边的环境太有feel了 让我忍不住都只能小声一点说话 可是我这酸味菜还是要问的呀 对不对 等一下啊 服务员 请你 请你 服务员 你好 谢谢 你好 有什么需要吗 是这样子的啊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这边呢 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夏天吃的 比较开胃的那种酸味菜 好的 帮你推荐一下 我们这边有一道那个酸辣番茄锅仔 第九名酸辣番茄锅仔 我们面前的这个呢 就是酸辣番茄锅仔 你看它这个下面其实还有一个小火 围着它保持它的温度 我看了一眼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丰富 它其实是番茄和各种菇类 在一起包出来的一个食品 然后我这能看到金针菇 还能看到瓶菇啊什么的 就感觉非常的丰富 来看一下这个菇 反正我只吃到了番茄的味道 我没有吃到任何调料 我感觉它非常的健康 而且这个菇是 边咬 边释放出番茄的汁水 我感觉它和番茄应该混在一起 已经包了很久了 番茄的汁水已经融入到了这个菇的内部 所以说它能够保住菇的鲜美之外呢 还有番茄的酸甜口感 实在是太开胃了 为什么要多吃一点 口味不错 不过话说回来 你说我们已经找了两家店了 不过这两家店都是中国菜 你说外国人夏天 喜不喜欢吃酸的吗 第九名酸辣番茄锅仔 开胃指数三星半 美味指数三星半 性价比指数三颗星 没错 除了以酸味为食材来烹饪 还有许多菜系 本身就是以酸味为主 东南亚菜就是这样 今天我们就来到 护上一家正宗的泰国餐厅 趁着特派员沉浸在幽静的环境 和可口的美食当中 我们就来说说 泰国人夏天最爱吃的东阴公汤 第八名东阴公汤 泰国菜很注重香料的使用 为了保证汤汁的纯正 这家店都是用泰国生产的辣椒 柠檬叶香茅等香料来烹调 不过要说到这主角 还得是泰国青柠檬 里面的酸味可全是靠它调配出来的 用柠檬调配的汤汁 最大的特点就是酸的自然 而且带有浓郁的果香 遭遇了这扑鼻而来的果香 和充满酸辣汤汁的泰国大头虾 即使是炎日子夏天 让人想不吃也难呢 这是泰国人夏天喜欢吃东阴公汤 那上海人夏天一定要吃的就是 柠檬鸭 有这么一家店叫望上望师傅 他们家的柠檬鸭 一到夏天就会排长炖 原因是因为这个做法比较特别 他们家不是炖的 是烤完的鸭子上面 淋上一些特别的柠檬汁 那如果说你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加上一点 胃口会让你大开 那一起去看一下 后面的店到底是哪些 不是找酸味菜吗 怎么跑到广州菜馆里来了呢 难道这一清淡出名的广东菜里 也有酸味的美食 叫酸梅 金瓜 蒸排骨 这道菜我们都快吃完了 夏天吃的话比较开胃 酸酸甜甜比较适合上海人口味 酸甜的比较适合夏天吃 带酸味的菜的话 品尝起来的话比较开胃 第六名 潮州酸梅蒸排骨 原来这里的酸味美食 就是潮州酸梅蒸排骨 在午时的时候 店家还会细心的在菜里 增加金瓜来调节口味 难怪有这么多的食客 慕名而来 用潮州的酸梅子 加上我们自己调制的酸梅酱 加上一点少许的山楂汁 开胃 酸甜可口 原来出了酸梅子 这道菜还用了酸梅酱和山楂汁 其实这道酸味菜并不是创新菜 而是一道传统粤菜 只是因为腌制过程时间长 工序复杂 很多粤菜馆都已经不做这道菜了 用蒸制的方法做出的排骨 清淡少油 肉质软嫩 非常适合夏天吃 再加上酸味三剑克带来的体验 是不是绝对能勾起你的食欲呢 第六名 潮州酸梅蒸排骨 排位指数四颗星 美味指数四颗星 性价比指数三星半 今天的这些菜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原来酸味菜可以做出那么多的新花样 接下来的这道菜 也是很有特色的酸味菜哦 是什么 我不告诉您 来源怎么还卖上官子 在这样一家做创意湖北菜的餐厅 到底有什么酸味美食呢 我面前的两道菜呢 一道是宁之心偶 一道是醋泡花生 这不都是酸味菜吧 对不对 嗯 干嘛 你们的表情都那么的不屑 好啊 我承认了 这两道菜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气 不过他们只是作为两道前菜 为的是要映成出我下面的这道菜 主角要粉末登场了 六名酸汤牛蛙 这么丑的汤 尝一下味道 哇 这个汤实在是太绵密了 浓到不能再浓 而且它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但这个酸味它不是醋 它也不是酸菜 它有一点像我家乡泡菜水的味道 但是这个水里面好像又 好像又有加豆制品 所以吃起来嘴里非常的稠 然后呢 现在回味起来有一点点像野山椒的辣味在里面 所以这个酸辣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这个浓密的粘稠感 真是忍不住想跳牛牛舞 胃口大开不行了 我赶紧尝一下牛蛙的味道 在兰元品尝牛蛙之前 咱们还得说说这汤汁 用四川制作酸菜的泡菜汁制作 浓中带酸 酸中咸辣 它之所以色泽金黄 浓稠 是因为加入了豆浆和南瓜糊 绝对不是用添加剂 在这样浓郁的汤汁里 浸泡牛蛙 相信味道肯定也错不了 哇 无邦龙港 这个牛蛙肉质嫩到不行 就感觉 我感觉它是用水煮出来的 应该不是炒出来的 因为炒的话 不可能能把它肉质的嫩度保持的这么的好 最重要是这个酸味 全部浸到牛蛙的肉的每一个细胞里面 然后就觉得这个牛蛙从里到外的味道都非常的好 酸酸辣辣的 反正我是很喜欢吃辣 夏天吃这个 很开胃哦 第五名酸汤牛蛙 對 也是非常的不错 继续玩笑看 看到的是第三名 这道菜我 реal 我在介绍之前 Stay with me 因为这道菜的名字叫酸汤芪花 这个猪皮做成 酸汤的味道会不会特别奇怪呢 真的是非常厉害 虽然有点奇怪 但是味道具有非常anov 是在红梅路上的叫做钱味小馆这么一道菜 钱是贵州的简称 那贵州菜是酸出名的 据说兰元就为我们找到了一道贵州名菜 去看一下 嘿 哪里能吃酸味菜耶 嘿哟喽喽 来如带你尝一尝哟 嘿哟喽喽 看我的精神装饭 你就知道我要带你去吃苗家菜 苗家有什么酸味菜呢 想知道的话跟我去看看吧 想吃苗家菜还是得到贵州氛围的餐厅 因为贵州是苗族人聚集的地方 那里流传着一句话 三天不识酸走路打串串 可见酸味是苗族人饭桌上不可缺少的 想要进我们苗家首先要喝迎宾酒 啊 喝酒啊 稿子上没这么写啊 好吧好吧 为了为了那个我也就喝了 我干了啊 我找美食怎么那么 我就说没那么容易吧 苗族人都能歌善舞 而且热情好客 迎接客人的时候 一定会送上一碗迎宾酒 再唱上一首苗歌表示欢迎 喝了酒才能走进苗寨 好不容易过了关 蓝元赶紧打听一下这苗家有名的酸味菜吧 那你们给我推荐一个你们这边的就是招牌的酸味菜呗 它当然是苗领酸汤鱼啦 苗领酸汤鱼 有大家都这么说嘛 那好吃吗 好吃好吃 再去吃好一下吧 好走 第二名苗领酸汤鱼 跟我们前几名看到的酸汤不同 苗家的酸汤色面上不是黄色 而是红色 据说这是因为放了糟辣椒而产生的颜色 但是这里面的酸味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就是大家给我推荐的苗领酸汤鱼 刚才呢我有问厨师 他告诉我说 他们这个酸汤鱼的这个酸味呢 是纯粹用桃米水发酵而成的 是不是很稀奇 我也觉得很稀奇 第一次听 所以我赶紧尝一下 这样用桃米水发酵而成的酸汤鱼的汤 到底什么味道呢 热气腾腾哦 解一下 这绝对是我吃到现在最酸的一个汤 可是它的这个酸非常的纯粹 就不像是之前吃的有一些柠檬啊 或者是番茄的味道 它这个酸就是非常纯粹的 用桃米水发酵的那种酸味 用桃米剩下的米汤水来发酵的汤底 这还真是头一回听说 想必这样纯天然的制作方法 也只有在苗家餐厅才能吃得到 吸收了浓浓酸味的鱼肉 吃的时候再沾上苗家人特制的酱料 不知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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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木 酸酸的 而且这种酸味可能是因为它真的是用桃米水的那种酸 所以是比较自然的 没有什么添加剂 所以吃起来这个鱼 完全就是那种酸味没有影响到它的嫩度 反而让这个鱼更加的鲜嫩起来 第二名 苗领酸汤鱼 开胃指数四星半 美味指数四星半 性价比指数四颗星 父妈 你喜欢吃酸吗 你说 在这儿 可以吃到很好吃的酸味食品 兄弟 你讲话呀 这样子的 他跟我说他很喜欢吃酸 还说这儿就有很好吃的酸味食品 走 跟我去看一下 啊 蓝球儿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本事了 不过还真让你找对了 大多数人只知道陕西人爱吃面 其实陕西人吃酸也是很有名的 所以今天来到这家陕西风味餐厅 一定能有所收获 你闻到了吗 你好像闻不到啊 我跟你讲 我闻到了 一股酸酸的味道 特别 你好 小姐啊 我闻到这个有一股酸酸的味道啊 这个是什么 是饺子吗 是饺子 饺子 也没看你蘸醋什么的对吧 这个怎么会有酸味呢 那这个汤是合的 叫那个酸汤水饺 第一名酸汤水饺 吃过水饺 吃过汤饺 可是酸汤水饺这种吃法还真是新鲜 据说这种吃法是陕西省独有的 那么这酸汤水饺是怎么做的呢 在这扇门之后 就藏着酸汤水饺的独门秘方 你想不想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那我就带你去探力咯 走 竹马开门 大家都很忙 你好 这边做酸汤水饺的是在哪啊 里面啊 被我找到你了 虽然大汤人满为患 但店家还是坚持手工制作 你看这牛肉酒黄馅的就供不应求 看起来饺子的包法 跟我们常吃的倒没什么不同 关键还是带汤 你们那个酸汤饺子 那个酸味是汤里面的 对在汤里面 所以你看我这也改了两个饺子皮 不知道能不能用 那你就告诉我那汤在哪呗 汤在哪 这个啊 对对 我看看啊 这是这个 这个是高汤是我们用那个母骨 还有那个老母鸡 还有鸡酱之类的 然后掉了四五个小时之后 过出来的高汤 里边那个酸的那个味是我们那个醋 是用那个自己熬制出来的 然后它里边放了十几种大料熬制出来的 比如一个外面的那个醋 香味的 就是那个酸味是你们的特别熬制的醋 里边还加了十几种香料 走 我一定要尝一尝 这自己擀的片 别人包的饺子 不知道这个味道怎么样 汤感是精华 对吧 这一汤太有料了 里面有香菜还有芝麻还有酒黄 想不鲜都难 嗯 这个酸味 哦 我觉得这个酸味 它是醋的味道没错 可是好像少了一点点醋的那个色的味道 所以说它肯定是加了什么鸵料 把那个色味给避掉了 来看一下这个饺子吧 嗯 这个皮划得太入嘴了 这个肉我再尝尝啊 嗯 牛肉酒吗 绝对没有错 而且这个肉质绝对的鲜嫩哦 看起来是有点嫩粉红色的 所以这个肉肯定是非常的新鲜 吃起来呢非常的鲜香 再配上这个有点酸味的汤 真的是绝了 酸汤饺饺子 咋 第一瓶酸汤水饺 开胃指数四星半 美味指数五颗星 性价比指数四星半 哎 在平时还真的没有注意哦 在上海可以吃到这么多的酸味美食 而且个个都非常的下饭开胃 那如果说您有别的推荐的话 可以登陆到我们的哭嘎嘎网站和新郎微博 来和我们一起嘎嘎FM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走 我带你一看究竟 五个包子 七十八块钱 好香啊 那个汤底我都熬了十几个小时 四十 什么面一碗是吧 这店叫什么来着 原贵房了 哪个贵啊 这边的小丸子和外面完全不一样 听说是老板娘精心一种调制的 非常好吃 你有见过脸盆装的鬼灵米粉吗 这个就是我说的天价小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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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